去通过 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没有用Express 是怎么办的 我们是首先讲了文件操作 然后发现文件操作呢 会有一些性能的问题 然后我们又讲了 怎么去通过Stream 通过流来实现文件的写入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又实现了一个日志的模块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写入的流的方式 通过一行一行的去写入日志 这算是写入日志的部分 先讲完 然后又讲了 怎么去拆分日志 对吧 就拆分日志文件 又讲了怎么去分析日志 就是通过那个readline的方式 去一行一行读取来分析日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通过Express 怎么去把这个日志功能做起来 其实不管用什么工具 不管用怎么简单的方式 实现的原理 都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再看 这儿就会非常简单 首先AccessLog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 九手架推荐的一个工具 叫Morgan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讲 用九手架生成的代码中 我们讲app.js的介绍的时候 其中已经讲了一些 Morgan的那些内容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会再重复的 去讲一遍 然后自立日志呢 自立日志我们先不使用 这颗工具 自立日志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 常用的ConsularLog和ConsularArbor 大家可能会疑问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的话 它会形成日志吗 这样不就直接打印到 控制台上了吗 对吧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这个地方 确实形成了日志 它不会写入文件中 但是我们在下一章 在下一章 就是我们在 基本上在最后一章 讲那个线上环境 讲那个PM2 或者是PM2的时候 我们会有方法 把我们自己 这个ConsularLog和ConsularArbor的 日志呢 把它去写入到文件中 不仅仅是打印到 控制台上 另外呢 就日志拆翻 日志内容的分析 这两个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我们就不带追溯了 像日志拆翻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加进日任务 然后加命令的方式 日志分析呢 日志分析 当时我们讲的是 用ReadLine去分析 整个一个流量 从Chrome 浏览器的占比 对吧 当然这个分析的案例 比较简单了 但是这个道理 都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ReadLine 来逐行逐行的分析 逐行逐行去扫描 日志文件 然后判断条件 判断条件 我们之前是不是 Chrome浏览器 对吧 但是判断条件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你实际要务中 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对吧 有什么样的需求 就有什么样的判断条件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怎么去设置定时制 去拆分文件 以及怎么去实现逐行读取 讲明白 然后这两个呢 基本上技术点就已经讲过了 另外剩下的一些 比如说你怎么去用这些技术点 去真正的用于你的实践中 那是另外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你后面遇到的公司不一样 部门不一样 然后遇到的项目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这都不一样 这也没法讲 所以说我们这一节就重点看一下 这个Morgan怎么去实现 这个Access Log的技术